有錢的人補身體啊 靠什麼 靠人參 吃人參 啊窮人吃什麼你知道嗎 吃地瓜 吃韓籍 我們現在吃韓籍 曾說沒經費 沒資源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韓國瑜品選戰 自於窮人吃地瓜 但最近就有媒體公布最新民調 高雄市長參選人陳其邁 以40%的支持度暫時領先 而韓國瑜則是以 32%的支持度緊追 這以後雙方差距只剩下8% 甚至傳出有綠營莊角直言 在投民進黨就剁手 那個就跟黨麻將輸了錢以後 第二天保證不再賭博了 再賭博我就一頭撞死去 有的時候是屬於情緒性的發現 話說的保守不敢太樂觀 韓國瑜猛攻經濟牌對於高雄近期流失的 陸客經濟甚至反身對手陳其邁 我年輕的時候把馬子 絕對不會分人種 長得漂亮就追 長得不漂亮就不追 那把馬子不分人種 賺錢為什麼要分幣種 我為什麼上來就要畫地之線 所以某一種人 我覺得不是很喜歡 另外一種人 我不是很接受 你不是傻瓜嗎 把兩岸經濟比喻成男女戀愛 但談到對手陳其邁 轉來年輕幕僚搶青年票 韓國瑜只能挖苦自己 外型的長相上 陳其邁天生就比我賺太大便宜 我只能跟蘇貞昌比 我們長得不好看 長得醜怎麼辦 只能靠勤勞 不停認真去拉票 所以他搞了這些年輕的這些 在他的旁邊為他發言 增加很多加分的效果 我為他祝福 雖說韓國瑜拿自己偷定烏帽 開玩笑 但其實他有女兒韓冰在幕後加持 顯然高雄選戰 兩人除了比政見之外 打出幕僚顏值牌也帳帳精彩 歡迎收看林志鵬李佳化 特別報導